我们跟世界上的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然盆地 侏落季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 是绝品 海白河呢 就是海洋里面生活的一种无脊椎动物 它属于脊皮动物和我们现在的海参 海星 海胆 这个是一个大类的 那么它最早出现呢 大概在四亿五千万年左右的奥陶纪 因为它的这个罐的形态非常像百合花 所以把它给取名叫海白河 它实际上是个动物花 那么它主要就是用它的这个根状器呢 附着在海洋底部这个生活 这是一个大类 还有呢 另外一个大类呢 主要就是可以在海洋中游泳 它可以这个自己游动 还有一个比较少的第三大类呢 就是它可以在海面上漂浮 我们观点的海白河呢 是中生代的创孔海白河 也就是我们的关节海白河来的 中生代的海白河呢 是已经就是我们海白河经历了 最惨痛的二叠纪生物大绝灭事件以后 残留下来的一只 那么我们现代的所有的海白河 都是这一只的后代 海白河最发达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古生代的时候 那么中生代又是第二个发达的时期 就是第二个重新振作的时期 到了中三叠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爆发式的增长 比较奇特的就是属于我们这个 贵州的这个观岭的曲式创孔海白河 和其他的海白河不太一样的是 它是固着在漂浮在海面上的这个植被 这个尤其是大木桩子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在观岭的花石里面 只要见到根部的 它都能见到植物的花石 我们的这个观岭的海白河最主要的是一个特征 它在植物的两头特别发育 植物会顺着海流洋流在海面漂浮 它的两头是一定顺着海流的方向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两头是最先迎接到新鲜的海水 富含这个有机制富含微生物的海水 所以它的两头海白河就长得就更加的发育一些 我们这个海白河它还叫做逆程碳 它不像我们现在真正的这个雨林这种生态 或者森林的生态 植物是越强壮的越高大 因为它为了捕捉更多的阳光 那在我们这儿它是正好相反 因为它是漂在木头上的 那么越强壮的它离海面越近 也就是它的近会越短 它这个强壮的占领了一定的前海的空间以后 后面再长大的海白河 为了能够捕捉到更多的食物 它就不得不把它的近长得更长 那么我们的管理有一块标本 就是我们的这个管制堡 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我们主要可以看到最强壮的海白河 大概就是在这个直径两到三米这一圈 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个环状的这一圈 这是它最强壮的海白河 也是它最早一个七次的海白河 它的近是基本上等粗性 然后后期再生长的海白河 为了扩大它的捕食范围 它的近就会越长越长 那从这块海白河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附着在一根左面细 右面粗的这个植物上面 在粗的上面 因为它的海水淹没得更多 所以最早在这个粗的这头 附着的这个海白河 就是最多的 这个植物就开始慢慢地翘起 从左侧的木头的前缘 逐渐地海白河往后退 生长点 慢慢往后退 就说明海水慢慢慢慢地 就翘起来越来越多 它的海水淹没的地方 就越来越往右侧靠 海白河它虽然是像植物 而且没有特别明显的捕捉器官 非常锋利的牙齿这些的 但是它却从四亿多年前 繁衍到现在 在我们现在的海洋里面 无论是前海还是深海 都有这个海白河生活 为什么这海白河它能够延续下来呢 就是说每种生态它都已经能够极致地 能够充分地利用它生态环境里面 和它自己身体结构的一些特殊的东西 使它能够更容易延续下去 把我们地质练画史的 所有形成的这些沉积岩的岩石 看成是一本书的话 记录地球历史的书的话 那么解读这个地球历史 这本书的文字就是我们的画质 那么海白河呢 是里面的这个一段 或者是叫一种文字吧 海白河呢 它主要实际上作为我们古生物研究呢 主要通过它的这个传承 也就是它的演化的历程 来了解当时的这个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啊 这些的 包括这些龙的捕猎方式 有很多是就隐藏在我们的这个海白河丛里面 去进行伏击 还有一些呢 就本身就捕捉 捕捉在海白河上面的这些生物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 作为这些研究各个不同时期 不同种类的海白河呢 我们就可以大致地能知道 这个时期和海白河共生的这些 或者这一个生物群落是什么样子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la心